过了整整两个星期 宋石屹手里的玉石 逐渐地呈现出来总体的格局 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玉料的内部出现了杂质 这个玉雕在制作过程当中 肯定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在制作过程 也是设立着远续 玉料出现瑕疵 被称为脏 柳 裂 但无法回避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巧妙的设计 来弥补这些问题 做这个工扇的时候 这工扇里有很多脏的颜色 把脏的颜色慢慢地磨掉 把里面本来的好看的颜色录出来 完美无暇的玉料 世间极为罕见 记忆精湛的玉雕一人 往往可以利用瑕疵 画腐朽为神奇 南派玉雕为了追求玉质纯粹 往往不惜废料 而北派玉雕最为独到之处 就是因材实意 以及对玉料本身不同颜色的巧妙运用 宋世忆正是北派玉雕的顶级大师 宋师傅的作品《水域观音》的玉料边上 有一道柳裂 非常影响美观 它将杂色做成了树叶 柳裂巧妙地做成了书卷 现在有一件合成白玉子料的 柳裂童子 它左边边有一块白姜石 这姜石上部分有一个小的黄皮 正好这个按常规要把白姜石要去掉 我没有去 把它变成翘色 做一个白鹦鹉 给一个小黄皮 宋世忆喜欢研究各种预料 把不同材质 颜色 甚至瑕疵 都利用在自己的构思中 这才是其中的乐趣 一时原料的客观条件 和你作者的主要因素 碰撞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我们玉雕的上落的精神所在 哥德说过吗 艺术巨匠 是在限制中表现自己 宋师傅的玉雕作品 可以说题材丰富 人物 山水 建筑 动物 应有尽有 我就是不愿意把自己 限制在某种题材 或某种原料上 他想用自己多年雕琢的记忆 展现玉雕的传统与现代 古典与时尚 我追求就是材料的多样化 和题材的广泛性的结果 现在的信手年来 是几十年磨砺的结果 几十年的我的磨砺经历 实际上就是 在琢磨自己 在琢磨人生 从踏入玉雕行到现在 半个世纪的兢兢业业 以及对玉雕题材的积累 成就了今天的宋世一 在玉雕这条路上 想成为一代大师 没有洁净可寻 宋世一 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为了把作品 能赶在梅兰峰的双甲之约制作完成 每天他都会在工作室里 雕琢六七个小时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贵妃的面部表情 头关的珍珠碎子 都是细琢的工艺 只要手稍微一抖 都有可能让作品无法挽回 而这样的事情 在行业里面时有发生 工作一个老师傅 做一个薄台瓶 把它做得非常薄 已经串了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了 最后快串好的时候 一失误传漏了 这老师傅一下子就 中东他就摔下来了 据说是脑衣血 去世了 宋师傅虽然有五十多年的玉雕经验 但对于关键细致的步骤 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每一次琢磨的深浅 都会影响造型的美感 在玉雕最后的细节阶段 已经没有再重新修改的机会了 成败就在手眼配合的每个瞬间 凤冠是这件作品的难点 上面布满了朱翠 雕琢时要保证每个珠子 历历在目 在这道工序中 宋师傅总要摒弃宁神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整整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玉石上浮现出了梅兰芳戏曲艺术中贵妃的形态 玉雕工艺的点睛之笔在于光 就是通过抛光的处理去除掉打磨的痕迹 把玉石的润白和造型的韵味呈现出来 抛光的两个原则就是第一是保工 第二是保活 这个保工就是有些小的地方一定要保住 不要给光模糊了 第二就是要保活 不要给碰坏 要使得活完完整整的完成 所以抛光采用全手工工艺 用细到极致的纱条 沿着造型的轮廓 小心翼翼地摸缩几十万次 让玉器呈现出圆润光洁的质感 现在 洁白的美玉上 贵妃醉旧的神情栩栩如生 折扇 朱翠 云文 构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神美 玉之美 戏之韵 相应成趣 京剧是国之翠 地标是十字翠 我对于梅派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不亚于我对地球艺术的崇拜和热爱 宋十一今天打扮得格外隆重 他将要参加梅兰芳大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活动 并且将会见到梅兰芳大师的后人梅宝九 宋师傅今天将会得偿所愿 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贵妃醉酒赠送给梅家的后人 我这些东西 我这些东西 我这些东西我这好好留下来以后 都放在这个纪念馆 好 我已经青年 我这 您现在几段唱腔 我随便录 您随便听 我这月一万 正该会说你一个 好 是吧 您多往身体 祝您健康长寿 好 好